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天父 你是何等的荣耀 尊贵 圣洁 你是配受一切的敬拜和赞美 让我们透过今天的诗篇 加入这个赞美的行列 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而求 阿慕 阿慕 都要赞美他 太阳月亮阿 要赞美他 放光的星宿阿 都要赞美他 天上的天 和天上的水阿 你们都要赞美他 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 因他一吩咐就都造成 他将这些设定 直到永永远远 他定了律例 不能废墟 你们啊 都当赞美耶和华 地上一切所有的 大鱼和深阳 火和冰薄 雪和武器 成就他命令的狂风 大山和小山 结果子的树木和一切香柏树 野兽和一切生畜 昆虫和飞鸟 世上的君王和万民 领袖和世上所有的审判官 少年和少女 老人和孩童 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 因为独有他的名被尊崇 他的荣耀在天地之上 他高举自己百姓的角 使他的姓民以色列人 就是与他相近的百姓得荣耀 哈利路亚 一个为数几十人的诗班 唱起诗歌上来 可以说是十分之震撼 诗人呼吁天上地下一切受造之物 要来赞美上帝 祖职起上来 可以说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赈容最顶盛的诗班 诗班员包括有众天使 诗诗珠君 太阳月亮星寿 天和水 大雨和深阳 还有火和冰袍 雪和云露 狂风 树木 山和海 还有野兽和酒兽 天上的昆蟲飞鸟 审判官和领袖 地上的君王和万民 还有少年和少女 老年和孩童 还有姓文等等 唱起诗上来 可以说是振耳欲聋 诗人所组织起来 唱诗的诗班 是分为四部 就好像我们教会里面的诗班 分为Soplano Auto Tenor 和Bass 四部彼此配搭和应 来向上帝献上优美的诗歌一样 这四部分别是 第一部是天上的 太阳 月亮 星寿 第二部是地上一切的受造之物 包括动物 植物 山 海 而第三部是人类 包括君王和万民 以及不同年龄的人 而第四部就是姓文 四部彼此配搭和应 是发出红状 但是却有和谐的歌声 来到去赞美上帝 诗人他呼吁一切受造之物 要来到去赞美上帝 万物受造 为的就是要去彰显上帝的荣耀 就正如诗篇第十九篇那里说 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 穷仓揚他手的作为 有一次有个朋友跟我说 他在这个加拿大的 尼加拉瓜大瀑布的面前 他第一次感受到上帝的伟大 他在这个瀑布的面前 他觉得那一刻只能静默 完全的降伏下来 来到去敬拜上帝 一切的受造之物 他们不懂得发声 但是却是无言无语地 来到去赞美上帝的创造和荣耀 我们人 我们懂得发声 我们可以唱诗歌 来到去赞美上帝 而我们活着 就是为了去敬拜 为了去赞美 正如有一首的诗歌 那首诗歌说 活着为要敬拜你 第一句的歌词说 活着为要敬拜你 活着为要全心来爱你 所以弟兄姐妹 盼望我们时时刻刻都是敬拜 都是赞美 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 每一个主日 会众聚集在教堂里面崇拜 是要向上帝献上我们的感恩 敬拜和赞美 有人曾经这样去比喻 他说崇拜好像一台戏 我们每一个会众都是演员 而主例就是导演 上帝和天使就是观众 虽然这个比喻有不足的地方 因为崇拜的主导者不是人 是上帝 但是这个比喻也提醒我们 我们每一个会众都应该积极参与 在崇拜里面 因为上帝是看着我们表演的 既然每一个会众都不是观众 我们就应该尽力去投入 在崇拜的每一个程序当中 包括认罪、祈祷、读经、听道、奉献 更加是唱诗和赞美 将最好的来呈献给我们的上帝 在唱诗赞美的时候 不是单单只是诗班 去负责唱诗赞美 其实每一个会众都是诗伯 都应该来高声赞美和歌颂 今集背中的金句是 哈里路亚 你们要从天上赞美耶和华 在高处赞美他 诗篇148篇一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